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这么晚 你找我 把这个拿去 应该值些钱 我一个瞎子住在这里 就是个拖累 白吃白喝不说 还得让你照顾 抱歉了 但我只是暂住这里 不会一直这样待下去的 不拖累 其实 我是个聋子 我听不见 我以前更惨 连话都不会说 这里 也不是我的家 我就是 见到这里 没有人住 打扫一下 就住进来了 我 也不知哪天 主人突然出现 就把我给赶出去 你说 你没有家人 我 我有家人 但 但我也不想回去 所以你看 你看 你看不见 我 听不见 咱们就 谁也被嫌弃谁了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少长 把它卖了 就能生活了 要不 我明天把它卖了 请你吃鸡 你 你手怎么了 好 你看不见 海报这么好 你以前是大夫 时候不糟了 早点休息 我先回 世大哥 在你离开之前 我做你的眼睛 你做我的耳朵 我们互相照顾 好啊 不过你这双眼睛 可要机灵些 我第一次看您消 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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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缘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不容易找到 又眼睁睁地看着被你杀掉 他恨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他不让我进山林族还合情力 他不亲自现身杀我 不觉得怪吗 这位林月国主 当年连自己父亲的位置 都敢出手抢夺 可不是个软弱性子 他就算亲自出手了 也不是你对手啊 天子一怒血流飘了 这山林族的生灵何止百万 山林国主若心全族之兵杀我 我又能打得了己人 可是他毕竟是一族之主 总不能为了一己之欲 就让整族都生灵涂炭吧 再说了 他已经做了五万年的国主了 已经不是当年那般热血 现在有些改变也是正常的呀 五万年会改变一个人吗 不能吗 好了 师兄 我会替你好好看着山林族的 亦有亦动 我会立刻告诉你 师兄 这是要去凡间 神尊要去凡间 是去收邀吗 十三跟你一起去 神尊 四命 神尊 御风上神 你这急吼吼的是出了什么事了 还真出了点事 你这边还好吗 尊严 尊严 桃子 这么多 吃不完啊 好 孙大夫 您真是一德高尚 谢谢啊 慢走啊 好 好 好 孙大夫 阿牧来了 快 里边请 怎么样 要吃完了 孙大夫 这是家里的树 结的桃子 我进城买东西 给你送过来